我們就把那個乘號改成題目要的 當然實際上如果你自己不是證照考試的話 這個部分其實是不太需要 我是覺得看不太出來 可是如果你考試的話 這個乘號那你就要改 那怎麼改很簡單嘛 你在旁邊先空白的儲存格 比如說L4好了 然後你找一下插入好了 我看一下插入有個符號 插入符號裡面的符號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可以讓你去找那個乘號 那如果假設我不知道放哪個位置是乘號的話 你可以在自圓代碼這個地方 輸入這個題目要我們去找的這個叫00d7 所以你就把00d7 這個指的就是在那個 內碼裡面 Unicode內碼裡面 它的位置是這個 它是16進位的 所謂的16進位就是0到9 然後A到F 總共16進位有沒有 F之後就又從0開始 01234就在9 然後ABCDEF OK 它這個是16進位的編碼 那不管啦 反正我們得到了這個符號之後 把它按下插入 那關閉之後這邊就這個符號 那我再把這個符號怎麼樣 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之後的話呢 我再把它貼到我剛剛的這個X的位置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OK 那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你不自己打出這個字 因為沒辦法 沒辦法自己用輸入法打 這個我是沒辦法了 OK 即便可以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記什麼 你乾脆用插入符號找到貼過來就OK了 那你把它打勾之後 那這個乘號 就再把它重新 記得喔 你修改過的話 你就變成你要重新再向下 再向右 這樣子就會是正確啦 不過我是覺得看起來說真的 你不講我還真的不知道說 原來這個符號 跟X有什麼不一樣 說真的一般人不太知道 不過因為證照考試有要求 那我們就按照那樣的方式來做 因為如果將來你去參加考試的話 你一定要按照它上面講的每一個字去做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那你這一題就沒有分數 哪怕你公式對 但是結果還是錯 就是差這個地方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是針對考試的話 你就是去把正確的動作做出來 OK 那後面的話就是我們延伸的啦 因為我是覺得 證照考試有時候其實並沒有那麼靈活 它只是一個基本的這個需求 那如果我假設想要做一些變化 比如說什麼變化呢 我希望請各位改一下 上面的這個1到9 跟這個1到9 如果假設有一種情況 我們把這個求證代表 把它再複製一個好了 我們做其他練習 所以你把它拖拉加Ctrl鍵 拖拉就是左鍵按住不要放 拉到右邊之後再按下Ctrl 的話等於會多一個加 它就複製了 按住 再把它左鍵放開 這邊就多一個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一個練習 什麼練習呢 如果我們現在呢 這個練習比較極端一點 就是我不要上方的1到9 跟左邊的1到9 OK 所以你可以請你把第三列的這個地方把它刪除 刪除之後你會發現它馬上出現錯誤 那錯誤的話呢 其實錯誤訊息就是緊開頭 那如果REF的話呢 其實在Excel裡面指的就是參考的位置 Reference 什麼錯誤呢 就是因為你刪掉第三列 所以你的公式裡面有A3 它就會找不到參考的位置裡面的資料 而發現錯誤了 再來的話呢 再把A欄的部分一樣把它刪掉 所以你們待會兒複製一個九準成法表 如果假設你把那個A欄也把它刪掉 OK 所以第三列跟A 那你說老師那這個不就是錯誤了嗎 對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們目前沒有這個什麼 這個參考的1到9 那我一樣希望能夠做出這樣的結果的話 OK 等於是這個跟這個不要 那我把這個表格等於是往左邊移動 就是在這個範圍產生 所以為了比較好明確定義好了 這個把它Delete掉 那基本上我先在這邊做個表格好了 這個A3到I11 那我把這個地方選起來 然後這邊先做個表格好了 框線給它框起來 用個所有框線 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 用剛剛的類似方法 有沒有辦法可以產生一樣的結果 可是問題我們現在沒有什麼 剛剛的所謂的B3跟A4 這個對應的一個位置的話 那可是問題 你說老師那沒這個東西我不會耶 其實如果你沒有3跟A的話 其實另外有個方法 但是你可能需要知道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呢 就是讓你取得你在哪一欄 OK 哪一欄的話呢 基本上喔 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有一個類別 叫做查詢與參照 主要是這個啦 參照 參照裡面的話呢 我怎麼知道說 你現在在哪一欄 其實很簡單 請你找到一個函數 叫column 按確定 那什麼事都不要做啦 它有一個reference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只用column 小瓜糊 向右拉 你會發現喔 它自動得到什麼 欸 1到9 有沒有 向下拉 也是1到9 所以喔 如果你用column的話 它其實會自動幫你抓到什麼 抓到你現在在哪一欄的位置喔 可是如果你增加列它不會管 反正你在哪一欄 就是哪一欄就對了 我其他不管 好 所以你會發現喔 那如果我沒有1到9的 這個背乘數沒關係啊 我可以用什麼 用column 來取代 OK 那你說老師 可是後面還有一個乘數啊 有沒有 那乘數的話呢 我可以用什麼來取代 其實另外喔 可以用另外函數 你可以插入函數 一樣在參照裡面 你可以用列函數 列的話呢 就是叫什麼 英文就是roll 有沒有 所以另外一個函數叫roll 所以我把剛剛的 這個公式先刪掉 裡面一樣不給任何東西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向右拉 再向下拉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它一樣會跟你講說 你現在在哪一列 但是你說喔 那不對耶 我現在不要3到11啊 我現在是希望1到9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很簡單嗎 3 把它變1 如何做 減2 比較2 OK 減掉2之後的話 按打勾 那其實喔 一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假設這邊一樣 全部都1嘛 那如果 是 減掉2 那還是2啦 所以你往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喔 欸 它就會1到9了 欸 所以喔 請各位想想看喔 有沒有辦法喔 用那個Column跟Row 這兩個函數 取代 剛剛的 這個1到9 也就是說 我們上方不需要給它 任何的參考位置 參考的 這個 成數跟背成數 利用 Column跟Row 幫我一樣完成 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該怎麼做喔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 第三列跟A欄先砍掉 那記得喔 先拖拉一個喔 放旁邊喔 來 畫面再先還給各位一下喔